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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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文化委員會 邀請文化部來做報告 最主要是成立一週年的業務 的一個 報告 那 我在上一次針對這個主題曾經 下過一個 針對民意調查的結論 就是部長很有名 施政沒人知道 那 我們的文化部的 施政滿意度只有18%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今天這個報告 這洋洋傻傻 就可以看到 我文化部真的包山包海 那 一年來我們也看到 活動樂道有餘 政績乏散可乘 為什麼我今天在公事法的這個提案裡面 只提一條 因為這條如果做不到 沒有辦法讓公事 公事啊 開始運作的話 公事啊 說這 包山包海都十三天花的事情 這有空不順的 所以 所以 我跟政 昭偉 也共同提案 完整版的公事法 草案 但是我 為什麼在提出 第 十三條啊 就是要檢驗文化部啊 到底要不要讓 公事可以開始運作 在龍部長的一年之間 你已經上任 一年又四個月 文化部已經正式成立一年了 我們的公事還不能夠改組 我們的董事會 解鈴還需細鈴人 當時讓公事啊 造成今天的這個困境那個人 叫做林毅士 當時是立法委員 就是把我們的公事的這個董事啊 把它增加到17到21人 所以在灌水進去之後 就造成裡面很多的黨派啦 還有各種的事情 那最後就兩敗俱傷 停擺 現在經過四次的提名 龍部長已經 好不容易 有這個十三位 這個 相當 有理想性 願意來承擔的董事 已經 產生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公事法的審查 還有草野協商在下午 其實就檢驗這一條就好了 這一條如果過 那 文化部就有一點政績啊 我就會改變 對龍部長的評價 如果還要再追求這種 行政院的那一種版 那個在政治上就是不可能嘛 而且已經證明過 會帶來很多問題 所以回到原始的狀態 本人在擔任新聞局長的時候 在座非常多新聞局的官員都知道啊 我們就是無私啊 我們就是開放 讓這個審查委員去決定 裡面的董事 然後產生董事長 其實以前曾經運作過 運作得了的 不要再去搞個十七到二十一人 然後還要從四分之三改成二分之一 齁就能夠審查同意 這些東西只是曠日廢時 而且真的徒勞無功 齁所以 我在這一點齁 完成版的完全支持鄭立軍委員 齁所領銜提出的法案的修改 那但是我認為 一條就足以檢驗 文化部到底齁 要不要放手 讓第五屆公司的董事會可以成立 完全在龍部長的一念之間 齁 以上說明齁謝謝 好接下來請簽名黨黨團